打洞后的皮革经过穿线缝制 不管是手机保护皮套 还是零钱包和钥匙圈 都能随意创作 造型可爱讨喜又实用 但每一件作品讨厌手作技巧 新一名朋友跟着皮革老师打基础 慢慢学出心得 画线的部分要画直 然后那个特别是打孔的那个部分 不能歪掉 对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注重 然后最后呢就是缝的时候 我个人的心得 就是你不能走线走偏调 走偏调的话 那个成品出来就不是那么完美了 这个多有气质 质感多好 对啊 然后在这里计交了很多朋友 香港的啊 福建的啊 然后还有我们湖南老乡啊 还有四川的啊 其实蛮多人的 还有缅甸的 然后大家还会经常来 拿东西来一起分享 蛮开心的 新一名学做皮革 还能交朋友 中山区公所新一名手作皮革班 广受好评 还没开课就询问电话不断 公所今年还规划进阶班 让新一名精进技巧 提前为创业做准备 有几个是有学过 再来 他们就是会帮忙当种子 去教其他人 那第一次做的 当然我是从很简单的一个 打好洞的一个剪刀套开始教 慢慢的越做越难 初级班以后再透过进阶班 那他们会是去 有些选择去创业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是不是来筹谋一些民间的经费 透过民俗委员会来协助 让我们把新一名的班别 可以开得更广更好 中山区公所开设新一名手作皮革 和手工照班都是班班爆满 未来公所也会整合民间资源 筹措经费开班授课 让更多新一名有机会参与学习 从兴趣培养专长 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